嗨 大家好 我是阿丹 今天呢 是农历的七月初十 我們來到了全台灣的王爺總廟 在昆森戴天堂 我們今天要來看它的普渡 那就出發吧 這邊我們看到道長呢 會先邀請各回秀 來祭拜 來掐行 接著會開光大視野 另一方面呢 我們看到叫班呢 會開始看起李翁牙的戲感 然後準備來關李翁牙 我們可以看到叫班人員的身體呢 正在承受越來越大的壓力 表情也越來越凝重 而就表示這個李翁牙的身影呢 已經慢慢降到這個戲感上面了 在道長 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 後面的一連串的儀式 好 我們來回秀騎到道長後面 首先呢 會先刺激 我們會將這個普渡機 驗著這個燈高往上升 至於升到什麼樣的高度呢 可以看到這個李翁牙呢 它的戲感會有一個指示 那代表這是今年普渡的分數啊 桌數啊 所適合的這個高度 結束了這個之後呢 我們就準備帶領個會手去放水燈 放完水燈接著就是插入燈 有李翁牙的戲感會指示 必須插入燈的這個地點 然後再來做一個計時的動作 也算是這個邀請水上的孤魂 還有這個這四軸的水油魂呢 一起來到楊昆森代天府這邊 來享用信仲 十倍星的一個普渡 那接著呢 我們的李翁牙就會開始 是Paul 另外一方面也會幫這個信仲來辦理 這個小子 這階 道長也會一邊的燈坐畫室 那這邊也可以跟大師爺求請揮揚祭 在整個七月呢 能夠保你平安 等著一切都結束之後呢 就會來恭送大師爺 所以這個普渡已經變滿了 經過一整天 這個整個下午的流程呢 我們從大概一點呢 開始 道長呢 開始這個發表 然後四期開關大視野 放水燈 插樓 上李翁牙開始順破 到道長的化石 然後到最後的恭送大視野 這整個過程呢 大概要花一個下午的時間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這個普渡上面 這整個每一個流程都有它特別的意義 明年呢 想要來參加這個南昆森的普渡的話呢 請記得是在每年的農曆的7月10號 就可以來南廟來參加我們的普渡 那今天這一集就先到這邊啦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不要再看 alright 你呀 感谢观看